你敢相信吗 你平时看不上眼的废旧电磁炉 竟然能让你走向发家致富的道路 这种废旧电磁炉只需进行简单的改装一下 就能变身成探测宝藏的金属探测器 关键这款探测器的制作方法非常简单 接下来我就把制作方法分享给大家 欢迎点赞收藏保存起来 首先开始制作前 我们需要找来一个像这样的废旧电磁炉 接着找来一瓶除锈剂 对着已经生锈的古董螺丝进行喷射 然后用螺丝刀把电磁炉的面板进行拆出 看到这个像纹箱形状的 是电磁炉的线圈加热盘 这个部件是我们制作探测器的主要材料 我们用螺丝刀把它拆卸出来 线头的部位也同样要拆出来 拆完之后是像这个模样的东西 接着需要找一个东西来制作探测器的把手 这里我们用这个祖传的拖把来制作 这个拖把是伸缩式的 对于我们这种镜身高2米的人非常友好 把拖把的拖毛进行取出丢掉 拖盘口处则用热熔枪给打上热熔胶 然后把线圈粘贴到拖盘上 粘贴完找来一个像这样的塑料盒 随后在这个位置也打上热熔胶 打完把塑料盒粘贴上去 紧接着找来一把电烙铁 把塑料盒的盖子拆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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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